侦察员调查发现 住在继续家隔壁的是一个电话维修工 于是决定通过这个邻居 来了解继续家里的情况 就这样 侦察小组在邻居屋里安了一个小灯泡 一旦有人发电报 小灯泡就会受到电波的干扰而闪动 但是连续几天 邻居家的灯泡都没有发现异样 怎么会这样呢 讨论一番后 侦察员们意识到 侦察工作中出现了漏洞 虽然在邻居的屋里 安了监视用的灯 但邻居也要上班 不可能24小时的监视 继续完全可以利用 邻居外出上班的时候发报 最后侦察员们决定 在继续屋子外的电线上 安一个电闸 当发现特务0409发报的时候 侦察员就拉一下闸 如果这时候 0409的信号中断了 那就是说明电台就在继续下来 果然 当侦察员拉断电闸后 0409发报的信号就中断了 神秘电台就是继续在操作 经过调查 侦察员发现 继续的真实身份 就是季采南 死去的弟弟 季兆祥 虽然神秘电台已经找到 但是侦察员们并没有放松 因为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发现 还有更大的阴调 还有更大的阴调 在李克能的领导下 侦察组锁定了神秘发报电台 事实后对季兆祥和其彩男姐弟俩 事实抓捕了 我们冲进季兆祥家里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显得手忙就不了 可是在他家里 我们并没有找到发报电台 这么小的房子 电台会藏哪儿去呢 突然曹春智把目光 落在了天花板上一幅 栩栩如生的牧丹图上 他大声命令 把花儿取下来 推开牡丹图 一下子就露出了一个 黑骨隆隆的大窟窿 里面啥也看不见 我们的侦察员啊 抛出手枪 踩着凳子就爬了进去 无一会儿 就从里面取出了 一台美智25瓦电台 还有一只子弹上膛的手枪 最后 侦察员又在吉兆祥睡觉的枕头边上 找到了一份 写在古文官纸上的密码本 以及吉兆祥收发报的笛稿两本 而这些笛稿 着实让侦察员惊出了一身冷汗 那么这个笛稿上 到底写了什么内容 国民党特务 还会有对毛鲁锡 独立的计划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